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年龄的原因 我知道我永远都不可能走进他们的生活 张华喜欢姚明 因为他篮球打得很棒 是中国的骄傲 也是中国人的骄傲 一个中国人能在NBA打球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他也付出了很多努力 王涛的偶像是杨立伟 因为他实现了中国的飞天梦 而且杨立伟做事沉着 冷静 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明星 陈立认为 现在一谈起偶像 就一定会说起歌星 影星 歌星和影星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 但偶像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比如周润发 我喜欢他重情重义的性格 和孝顺自己的父母 他是我的榜样 长大后我也要成为这样的人 李明喜欢的明星是成龙 因为成龙演戏很认真 大家都喜欢他的武术电影 并且他爱搞笑 乐观 有一颗慈善的心 吴清喜欢的明星是周星驰 他是搞笑上帝 他演的每一部电影 都能给我带来快乐 从他那里我学会了 不论做什么事情 都要笑着去面对 刘丽华最喜欢的明星是赵文卓 一 是因为他整得很帅 二 是他所演的电视剧和电影 表现的都很重情义 这种性格我很喜欢 随着年龄的增长 也许我们会把很多明星忘记 但是赵文卓不会在我的记忆里消失 明星是中学生们成长历程中 一种心理现象 代表他们在青春时期 对梦想的追求 追星也因此成了一种 特殊的心理享受过程 祝福你们 我心中的明星们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